作者海西有关于佛教道家回俗室问题 美国有位电脑企业家曾经出家去修行佛法 在一段时间后这位美国电脑企业家觉悟人生真谛 回俗室创办了第一代手机智能电话 改写了2007年的手机时代历史 这位美国电脑企业回俗室也生儿育女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不是白活的 宗教的念经只要您们明白各种道理 得到预知未来的神力 为何不创福世人 每个人都有业障 每当人间生神后觉悟业障 您们还是需要回俗室 生儿育女的看看在世的家人 时光岁月珍惜身边人 愿您们的提早得到觉悟 早日回俗室了人世情缘